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生吃绝处无梦到徽州 青砖小瓦马头墙 回廊挂落花阁窗 徽派建筑的优雅贯穿百年 山水渐润 粉墙带瓦 生民富庶 石书滋养 这独一无二的气质便是徽州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古徽州在人们印象当中啊 是白墙带瓦 青石板笼 是山间淡淡的沉木 村外清澈的河水 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呢 构成了一幅黑白相间 清新淡雅的水墨花 在众多徽州古村落当中呢 有一个村子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它在徽州古民居水墨花的基调上 还点缀这些斑斓的色彩 正是这抹亮色 让这个村落和它所在的山林 变得尤为鲜活 对于生活在江西省墨园县黄岭村的人们来说 竹制品的加工和编织 是他们从小便要掌握的一项手艺 小到竹杯竹块 大到一人多高的竹笼 都离不开编织者的一双巧手 这众多的竹制品中 最为特别的无疑就是硕大的竹笼 这种直径一米多的竹笼 其他地方很少用到 但在黄岭却是家家户户 必不可少的工具 每到秋季 黄岭村便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美的时光 晒秋是黄岭村人至今仍在传承的风俗 以木杆为晒架 以竹笔做晒盘 收获的各种作物 铺展在房前屋后 为白墙带瓦的山间村落 点缀出斑斓的颜色 黄岭村人就在缤纷的色彩中 亮晒着自己丰收的喜悦 黄岭村位于江西省牧原县东部 江西 安徽 浙江三省交界地区 在这座始建于明朝的村落中 一道天阶似玉带板 将古朴典雅的徽派建筑串联在一起 独特的晒秋风俗 让这个山间村落 成为了木原白墙带瓦的徽派村落中 色彩最为鲜艳的一个 从空中俯瞰 整座黄岭古村 错落有致地排布在山岭之上 它的总体布局很有意思 远远望去就如同一把展开的折扇一般 掩映在绿树丛中 到了开始晒秋的时候 那些摆放在房前屋后的五色作物 又在黄岭村这把水墨折扇上 涂抹上了斑斓的色彩 令人称奇 那么这里的晒秋风俗是如何形成的呢 为什么黄岭村会呈现出 善行的布局呢 这样的村落布局 又会给晒秋带来哪些好处呢 为了解答 围绕在黄岭古村的一问 地理中国考察组 跟随相关专家 来到了江西省沐原县 沐水 以三面为和之势 环绕着这座县城 它串联起了始建于南宋的彩虹桥 滋养着散落在沿岸的古村古镇 在古人眼中 山环水暴的物园 是一处星云配与万物预烟的宝地 千百年前 他们来到这里 以西北友山 东南开阔为选址原则 以靠近水源 又高于洪水位 为建村宗旨 在这里 营建起一座座古村 作为明清时期 辉州所辖的一府六县之一 沐原县 至今仍保留有很多完整的古村 前世不休 生在辉州 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由于山多地少 在古代 辉州男子到了十三四岁 就要外出当学徒 学不成不能够回家 古灰商把当地盛产的茶叶和木材 运销到外地经营 制服之后 又回到故乡 兴建村落 随着村落的不断扩建 这个房屋建筑工艺 也是越发尽量 江湾镇 仿佛一座雕刻艺术博物馆 这是墓园 具有灰州文化底蕴的 古村落之一 每一个来到江湾镇的人 都无法忽视这里无处不在的雕刻 在古老的辉州 砖雕石雕和木雕 被称为三雕 物园三雕是其中翘楚 这些做工细致 题材丰富 寓意极庆的雕刻 不仅仅是建筑的艺术 更是自成体系的文化遗产 明嘉靖年间 灰派宅邸建造 便有十人有客 必求务工的说法 从布局来讲 应该讲这个车达的布局 是相当好的 萧江宗祠 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 这是当地规模宏大 用财精良 技艺高超的建筑之一 然而 数度损毁与重修 让这座宗祠早已改变了最初的模样 每一幅图子不一样 总共有两千多幅图子 经过几年的营造 萧江宗祠得以复建 在其中 粗大的梁柱 奇巧的斗工 八字墙与门楼的砖雕 无不映尘出 灰山鼎盛时期的 辉煌与复树 古词堂称得上是 古代灰派建筑的典范 它于古民居 古牌坊 并称为 灰州建筑三角 其数量之多 品位之高 令人惊叹 这些古建筑 在形成的过程当中 都受到了当地自然条件 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八分半山一分水 半分农田和庄园 这就是古灰州的真实写照 群风参天 溪水回环 局限的自然环境 使得人们在 民居的悬址布局上 都很讲究 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 要属射线 射 西野 为山水西聚也 这是古代对 社县地名做出的解释 正是数条江流的汇河 让人们选择将这个表示 山水聚合的文字 作为此地地名 社县山多地少 河流纵横 地处湾南的山水环茂之中 它被誉为中国牌坊之乡 现存八十二座牌坊 这些古代遗存的地面建筑 如同博物馆里的文物 在辉州的村镇街巷之间 诉说着辉州人的历史 射线唐月村村头的七座石牌坊 连坠在一起 仿佛一个巨大的弧形 这七座牌坊 代表儒家倡导的 忠 孝 节 义 它见证着一个家族 几百年的道德操守 许国牌坊 则是社县牌坊群中 最大的一个 按照明朝制度 非皇族不得见八角牌坊 而许国牌坊 八根粗达半米建方的巨石 顶天立地 承托起宏大的体量 在社县 每一座牌坊 都有一顿辉州历史 许国因平定云南边境叛乱有功 明朝万历十二年 开始修建八角牌坊 历经近五百年的风风雨雨 这座中国仅存的八角牌坊 成为古代辉州建筑的典范 古灰州 涵盖一幅六县 涉县曾是古灰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它也代表着古灰州大部分民居的选址特点 也就是聚集在山环水绕的开阔地带 但是黄陵古村的选址有些与众不同 它没有像惠州其他古村一样 选择在山前的开阔地定区 而是把村落沿着山势 如扇形一般铺展开来 这其中有着怎样的自然因素呢 在向导的带领下 考察组一行来到了黄陵村 出到黄陵村 呈现在考察组眼前的 是典型的徽派古民居建筑 一排排民居成阶梯状 沿山体布局 错落有致 向导告诉队员 黄陵村 至今依然保存着 很多古徽州文化的遗迹 很快 考察组发现了两位 正在制作刺绣的绣娘 大姐你好 您现在是做的这个是刺绣是吗 对的 我看您这个很像是苏绣的工艺 是 我们这个苏绣和这个物绣 都有一定的关联的 苏绣和物绣的区别 就是苏绣要细腻一点 我们物绣呢 要绣那个以前绣大三嘛 所以要粗犷一点 物绣 是传承于黄陵的一门传统技艺 黄陵本地的物绣 是融合了苏绣和灰绣的特点 在传统的江南刺绣风格上 形成的一种原生刺绣工艺 如今黄陵本地的绣娘 喜欢用这种指尖上的手艺 展示出自己美丽的家乡 在黄陵村考察的时候啊 村里的向导告诉考察组员 在这个村子里呢 也有一个特殊的婚属 在黄陵村啊 每到婚嫁的时候 女方家里呢 要在嫁妆上贴上一张封条 封条上还必须写这样一行字 听上去啊比较难以理解 其实呢 这十几个字里呢 涵盖了是黄陵村先民的一段历史 从中呢可以得出一个信息 黄陵村的先民祖籍 应该是在北方 那么他们又为什么 迁居到了地处南方的江西呢 在他们到达物园之后 又为什么选择 石尔山下的这片区域定居呢 通过走访村中的长者 考察组员了解到 黄陵村的先祖 从唐末时起 为了躲避战乱 开始了整个家族的南迁之旅 经过不断辗转迁徙 最终定居在物园东部的 这片山岭间 那么黄陵村的先民 为什么把村落沿着山市 如扇形一般扑展开来呢 魏英文 江西省地质局高级工程师 对物园一带地理资源环境 有着长期深入的研究 专家认为 在黄陵村旋址背后 有着深层次的自然地理因素 为了探究其中的原因 一行人来到了黄陵村正南方向 约四千米处的石尔山 站在山顶 半山腰处的黄陵村 清晰可见 考察组通过观察周边的地形地貌发现 在黄陵村正北方和正东方的山脉当中 是一片山间盆地结构 而黄陵村东西高中间低的地势 又形成了盆地中的小盆地 那么 这种大盆地中套着小盆地的地形结构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此时 队员们在路旁看到了一个土洞 这个就是强风化的深山肠岩 它是黄陵这个村子的主要的岩石类型 它这个质地非常松软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从这处土洞的岩石结构中 可以看出黄陵村 所处山间盆地的形成原因 黄陵所处的山体 原本是大的山间盆地中的一个丘陵 随着漫长的地质运动影响 山顶最外层的角岩先被风化掉 内部的石鹰陕长岩露出了地表 石鹰陕长岩比周边的角岩抗风化能力弱 受风力和流水侵蚀 而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小盆地结构 同时专家告诉队员们 这样的小盆地成为了附近山体水源汇聚的地方 在这里迎见村落 有着取水的便利性 回到村中 考察组发现 村中最显著的位置是一处水塘 村民们称之为水口 古辉州文化中 水口被誉为地之门户 每一个灰州古村落都遵从水源的位置设计布局 而整个黄岭村正是以水口为中心向外辐射 并依山市错落排布 最终塑造出这个古村的扇形布局 而黄岭村四周的山岭 作为天然的屏障 无形中对这个山间村落起到了防御作用 这种地形特点也符合因躲避战乱而难迁至此的黄岭村先民 对于安全保障的需求 然而在考察过程中 队员却有着一个疑问 既然黄岭村所在的山岭 都是强风化后的石英闪长岩 地质条件相对脆弱 那么这个黄岭村的先民们 又是如何保证村落地基的稳固性呢 专家认为其中的关键原因 就是那些分布在村落周边的大面积植被 黄岭村附近的植被类型 多是主根系部发达 侧根系发达的植物类型 光是十几种不同类型的竹子 就占据了较大面积 黄字意为竹林 黄岭正因其修黄遍地而得名 竹子属于靴根系植物 竹根在地下横向生长 具有覆盖性的保护作用 其庞大的地下根王 成为了稳固土层的第一道防线 同时在黄岭村周边 还生长着高大的桥木 其中百年以上树林的 中国国家一级珍稀保护树种 红豆山树 黄岭村 就有八十多棵 这些树木的根系 同样对稳定黄岭村 所在山林的地层 起到重要的作用 你看 它这个根系 是非常发达 你看 所以它就对着这个蜂花鞘 还有这个土层 就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也就是它加固了这个土层的强度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树林和竹林 将它们庞大的树根 牢牢插入地下 从深处稳固了土壤 根系发达的竹子 在地下成网状铺开 特别有利于坡地的土层保护 保证了地表土壤不会流失 繁茂的地下根系组织 如同一张牢牢的铁网 将村庄与大地编织在了一起 而茂密的竹林树林 又为村民们制作晾晒作物的竹饼木杆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 专家认为 黄岭村周边的茂密植被 也为这个村落独特晒秋风俗的形成 提供了必要条件 量晒是农业生产过程当中 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它象征着丰收 收获上来的作物通过量晒 去除了水分 减少了煤变的几率 延长了存储的时间 在黄岭村啊 晾晒作物的时间呢 不只是集中在秋天 每个季节 黄岭村的人都会晾晒不同的作物 可以说 点缀在黄岭村这把水墨折扇上的颜色 是随着季节不断变化的 那么黄岭村人这种 通过竹竿和竹扁 把作物晾晒在屋顶的方法 又与这个村落所处的地理环境之间 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通过考察 专家发现 黄岭村对于农作物的晾晒 并不仅仅局限于秋季 春晒茶叶 蕨菜 水笋 下晒茄子 南瓜 豆角 秋晒黄豆 稻谷 辣椒 可以说 每个季节 黄岭村都会被不同的作物 装点的五颜六色 那么 为什么黄岭村每个季节都需要晾晒作物 这里又为什么不像其他地方 采用长院晾晒的方式 而是将作物都晾在屋顶呢 专家认为 这也与黄岭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 坐落在山间的黄岭村 可用于耕种的平潭土地很少 于是村民们便把有限的土地都充分利用来种植农作物 因而这个村落中并没有专门用于晾晒的空地 加之黄岭村处于潮湿多余的江南 粮食需要频繁晾晒与回收 于是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 人们便摸索出了这样一种 因地制宜的晾晒方法 黄岭村的地形 从起来看 就是像一个椅子 东西两边高 中间低 它这样子就挡住了 从东南方向来的东南风 所以黄岭这个窗子里面 这个风都比较小 黄岭村 被正南方的石尔山 和东北方的石门山包裹其中 四周的山岭阻挡了各个方向的来风 这使得村民在进行晒秋的时候 农作物无意被风吹走 同时 同时黄岭村扇形的布局结构 也增加了晒秋的空间范围 将作物亮晒在屋顶 又可以最大化利用阳光 专家认为 这是黄岭村人在集约型土地上 通过长期生产生活经验的累积 摸索出的一套因地制宜的作物亮晒方式 而这种亮晒方式 恰恰给这座山岭间的扇形村落 平添了缤纷的色彩 让黄岭村成为了辉州古村中 独具特色的山间村落 如今晒秋已经成为了黄岭村的地方文化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美术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 前来写生创作 而这缤纷多彩的黄岭晒秋场景 也通过绣娘的翘手 呈现给八方来客 黄岭村人秉承祖训 不砍一棵树 不悔一处水 在他们心中 山 水 树 是这个村落得以延续的核心 他们自发地 呵护着村落周边的自然环境 而这种尊重自然规律 合理利用自然条件的理念 也成为专属于黄岭村人的文化内涵 晒秋时节的色彩斑斓 让黄岭村越来越多被人关注 这个彩色的村落 也与其他各具特色的古村古镇一同 成为了古灰州的名片 无论是祠堂 牌坊 还是古民居 无一例外 这些古建筑呢 都是灰州文化的直接载体 他们见证了古灰州 曾经的辉煌与附属 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和文化内涵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nn dragging Sud 不吝点赞 66 00 以摆取食堂的